指控行径全都被录了下来 新竹有一名50岁女子黄汤下渡之后 竟然沿着城隍庙前广场 一路踹倒了四个路阵 连续发出好多声声响 吓坏附近的民众跟胎伤 危险行径引发远景的关切 而根据了解这名女子就住在附近 当天晚上一次情绪不佳 才会把怒气发泄在路阵 最后被依法送办 如果说事后路障损坏 她也得要照价赔偿 经共计连两天扰台 19号更是高达19架 总计三机种越过中线 总统蔡英文严正呼吁陆方 自我克制不要挑衅 也指出这样的行为就是武嚇 只会破坏国际形象跟区域和平 也主动提起了跟美国国务院 次亲科拉克 双方就数位科技 能源 印太战略等经济合作 都有共识 希望有下阶段的对话 美牛开放来台引起全民高度关注 瘦肉精议题 科学人杂志19号在脸书粉丝 专页张贴受到农委会 房检局委托的广告 提到猪肉加了莱克多巴胺 可以增加收益又环保 引发网友的骂声 认为科学人没有发挥议题 正反面论述的科学精神 而科学人因此呢 就在20号下架广告贴文 并且退回农委会的广告费 向大众道歉 不过农委会却表示 还有但厘清是什么人 来委托科学人刊登广告 又有交通船爆发超载的问题 有民众表示自己提前预购船票 没有想到搭船当下 才从船员的口中得知消息 说没有位置坐了 只能够用站的 最新情形要交给记者梅凯蒂 再来看到 澎湖有一家饮料店 街道驻守在马公基地的海军弟兄 88杯的冬瓜柠檬茶订单 不过面对共激平平清台 海军弟兄临时接会任务 得要立刻出港 因此呢 就打电话给店家致歉 要取消订单 对此老板大气表示 没关系 保家为国最重要 而当天晚上 海军弟兄结束任务之后 又再一次向店家 订了110杯的饮料 表达歉意 而网友也把这冬瓜柠檬 封为爱国饮料 10号晚间举行第二场演唱会 要来好朋友九孔担任主持人 而任贤其在台上 无预警地说 恭喜孔哥刚刚公正了 九孔也开心地说谢谢 说他自己死会了 原来九孔在白天正式 跟交往11年的圈外女友 登记结婚 任贤其也担任正婚人 但是又谈到了小鬼奏事 任贤其强人涌上的情绪 强调大家都必须要坚强跳试 可以看到因为东北风影响的关系 所以说北部的气温 高温稍微略略降低一些 但是高温还是有到32、33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都有34度的高温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在东北部天气来说还算稳定 但是东部刚刚讲到花莲 今天有一些局部降雨的状况 所以降雨几率是有的 那么外岛大概也就只有 马祖的天气状况 比较可能不稳定一些 金门啊 澎湖啊 天气都还算是多云稻情 那么今天有哪些地方可能会下雨呢 就来看到定量降水预报图了 除了呢 说到东北风影响的迎风面地区啊 可以看到东北角这一带 还有宜兰呢 是有机会降雨的之外呢 就刚刚提到花莲这一带呢 是有机会下雨的 不过今天还是要特别留意 在东半部呢 持续会有陆陆续续的 局部短站降雨之外呢 中南部啊 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午后降雨的状况了 那么午后降雨状况趋缓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呢 整个东北风慢慢减弱之后呢 开始要注意的就是 屏东这一带呢 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那么一整个的天气变化又是如何呢 今天开始陆续的水气 慢慢持续的减少下来呢 一直到明天雨会更少 那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周三这一天天气不错咯 所以说呢 整个东北风减弱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封面逐渐要靠近了 所以说呢 到了礼拜四之后呢 可以看到 哎 封面准备要通过了 所以这个好天气呢 预计就是维持了一天之后呢 礼拜四就会又要开始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天气状况还会再度的不太稳定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大陆浙江秦塘江20号 下午3点多 突然间有大浪冲上岸 短短5秒钟的时间 就把马路上的轿车给冲走 甚至还有一辆轿车被冲到护栏边 相当惊险 这些情形要交给记者林玉君 好 主府计法则要求全市 11层以上 屋林超过15年的 4393栋大楼 年底前完成外墙检测与申报 不过由于检测人员不到600个人 使得费用暴涨 来看到估算总经费呢 高达51亿元 市议员陈毅周就指出了 梅东大楼平均检测费破百万 付不出钱 逼得各大楼主委串联请辞 他透批市长柯文哲 不食人间烟火 而北市都发局长黄锦茂对此回应 说今年继续辅导 明年呢会先针对 公有建物来处理 不少人快要毕业前 准备工作的时候呢 会选择先踏入职场实习卡位 一般企业多半是不知心 多根据薪资调查网站公布 居然有公司付薪水给实习生 而且最高还给出了六万五千元 横甩全国平均薪资四万二 让不少人听了都很羡慕 而这间霸气的公司 就是香港商雅虎 求职门票 记者黄英俊林佩杰 台北财报报道 因为疫情不能出国 离岛的未出国旅程因此行报 金门四天三夜的 两千九百九十九元 连价团让许多人惊讶 但是来回机票就要三千出头 还要包吃包住 而低价团呢 虽然是让金门观光人潮大爆发 但是也出现乱象 像是有游客在太武山 被丢包四个小时 影响金门的旅游形象 平常肯定海域有潜水教练 捕捉到了这新有的画面 在带着潜水水远的同时呢 竟然发现了新有的扁传销 而教练也开心直呼 这是他潜水生涯 十八年以来第一次看到 这个月过七十大寿 各地都为他举办庆生活动 不过在印度的东南部城市 却发生了庆生气球爆炸 造成至少三十个人烧伤 一大串填充氦气的气球 突然间被鞭炮射中 瞬间爆炸烧成火球 造成至少三十个人烧伤 大部分是轻伤 印度警方表示 这场为总理莫迪庆生的民间活动 并没有申请许可 警方将追究主办单位的责任 美国十九号宣布要恢复实施 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 如果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不配合 美国将会让这些国家承受后果 但是国际间都不理会 认为美国早在二零一八年 就退出核子协议 没有权利要求联合国制裁伊朗 看到美国海军前副部长 现任华府智库主任克罗普希 十七号表示 解放军最可能攻击台湾的时间 可能就落在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个星期 也就是十一月三号前后 因为到时候美国两党敌对意识最强 也无暇介入他国的国际冲突 因此十一月三号当周 对台湾来说最为危险 范蒂冈教廷跟大陆官员九月底举行会谈 外传两国将协商延长主教任命临时协议 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大陆迫害宗教变本加厉 他在推特上警告说 教廷如果跟大陆延长协议 恐怕会危及范蒂冈道德权威 蓬佩奥还指出 这项协定呢 并没有让大陆天主教徒免于遭受共产党的蹂躏 而面对共产党打压所有宗教团体的行为 他说恩蒂冈应该要强力 并且持续表达教会向世界所教导的宗教自由和团结的理念 也就是这些消息 要看到南韩警方逮捕一名脱北者 指称这名男子疑似闯入军事训练基地 企图要非法越境返回北韩 警方没有公布脱北者的身份 只表示这名男子呢 年约30岁 2018年成功逃到南韩之后就住在首尔 17号早上9点被发现闯入东部边境 江源道铁原郡的军事训练基地 试图要偷渡到北韩的时候被捕 身上被搜出4G手机跟一部切割机器 上太空是很多人的梦想 恐怕也是很多商品广告梦寐以求的场景 美国太空总署NASA就跟知名的美装品牌合作 提供国际太空站给护肤品拍摄广告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厂商愿意花钱 帮NASA开拓裁员